当你想象一只猫头鹰时 你可能会想到它那又大又圆的眼睛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转动眼珠呢 实际上猫头鹰的眼睛是不能转动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猫头鹰的颈部拥有比人类多达14个脊椎骨 可以转动大约270度 这使得它们可以向各个方向看 不必转动头部 而人类的颈部只有7个脊椎骨 最多只能转动180度 这也是为什么猫头鹰看起来总是那么神奇的原因之一 那么神奇的猫头鹰是如何在黑暗中狩猎呢 猫头鹰如何开启夜视模式 猫头鹰的眼睛非常大 越占头部大小的三分之一 这使它们可以在黑暗中看到更多的光线 同时眼球形状也更加球形 这使得光线更容易被集中到视网膜上 猫头鹰的视网膜具有更多的视细胞 这些视细胞比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视细胞更密集 可以更快地检测光线的变化 此外 猫头鹰的视网膜还有更多的细胞 这些细胞可以在较暗的环境下检测光线 因此 它们在黑暗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和颜色 猫头鹰的瞳孔可以非常快速地调整大小 以适应光线变化 在暗处 瞳孔会扩大 以接受更多的光线 在明亮的环境中 瞳孔会收缩以保护式网膜 此外 猫头鹰的瞳孔也可以更加椭圆形 以扩大水平视野 总之 猫头鹰的眼球大小和形状 视网膜结构 瞳孔大小和反应速度等特征 使得它们能够在黑暗中更加敏锐地感知光线 进而更加精准地狩猎猎猎物 猫头鹰如何消音狩猎 猫头鹰的翅膀非常大 覆盖了大部分身体 鹰面上的羽毛特别柔软 可以帮助它们静鹰飞行 这使得它们可以在接近猎物时 不发出声响 从而更加隐蔽地进行狩猎 猫头鹰的翅膀具有较长的翼展和大的翼面肌 这使得它们能够在空中长时间盘旋 等待猎物的出现 同时 翅膀的形状和羽毛的结构 可以使空气流动更加平滑 减小了阻力和风阻 从而减少了飞行所需的能量 当猫头鹰发现猎物时 它们会迅速收起翅膀 以扶的方式向下飞行 这种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超过240公里 瞬间将它们推向猎物 捕食成功的几率很高 猫头鹰的翅膀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实现高度精准的控制 让它们能够在空中轻松转向 停留 急转等 从而更加灵活地追踪猎物 总之 猫头鹰的翅膀不仅能够帮助它们飞行 还可以在狩猎时提供多种帮助 静鹰飞行 长时间盘旋 高速浮含精准控制等特点 都使猫头鹰成为了狩猎的高手 猫头鹰如何保持体温 猫头鹰拥有特殊的羽毛 有着极好的保温作用 它们的羽毛密集而柔软 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 防止热量的流失 此外 猫头鹰的羽毛也有防水和防风的作用 使它们能够在雨天和刮风的环境中保持温暖 猫头鹰会通过调节食物的摄取量 和能量的消耗来维持自己的体温 当温度较低时 它们会增加食物的摄入量来增加能量 从而保持体温 而当温度较高时 它们则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降低能量的消耗 从而保持体温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猫头鹰可以通过肌肉的运动来产生热量 它们会通过翅膀的摆动和身体的运动来消耗能量 从而产生热量 这种方式虽然会消耗一定的能量 但是可以帮助它们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 猫头鹰在寒冷的环境中也会靠近其他物体 如树木 石等 利用它们的热量来保持自己的体温 总之 猫头鹰通过羽毛的保温作用 能量的调节 肌肉的运动和靠近其他物体等方式来保持自己的体温 这些方法使它们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 并保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猫头鹰如何启动雷达快速定位猎物 猫头鹰拥有高度发达的听觉系统和大脑声音处理能力 猫头鹰的耳朵位于头部两侧 一高一低 可以感知声音的微小差异 从而确定声源的方向 它们的大脑还能够对不同时间和强度的声波进行计算和比较 从而精确地定位声源的位置 猫头鹰可以通过头部和颈部的转动来更好地确定声源的方向和距离 它们可以转动头部和颈部超过270度 可以更全面地感知周围环境的声音 当猫头鹰听到声音时 它们会迅速转动头部和颈部 以便更好的定位声源 猫头鹰的脸盘是它们听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脸盘是由大量柔软的羽毛组成的 可以帮助猫头鹰收集和聚焦声音 当声波进入脸盘时 它们会被分散和反射 从而使声音更加清晰地到达猫头鹰的耳朵 有助于更准确地定位声源 猫头鹰在狩猎过程中也会积累丰富的经验 从而更加准确地判断声源的位置 它们会遇到环境中不同位置的声音 不同猎物的声音特征 从而对不同声音做出不同的反应 总之猫头鹰通过大脑声音处理能力 头部和颈部的转动 脸盘的作用和经验的积累等方式 来确定声音来源并更准确地定位猎物 这些方法使它们能够成功捕捉猎物 并在野外生存下来 猫头鹰如何狩猎进食 猫头鹰的狩猎技巧非常高超 它们可以在飞行中从空中抓住猎物 或者从树上或地面上直接扑向猎物 在抓住猎物后 猫头鹰会用它们的锐爪 抓住猎物并紧紧压住 以防止猎物逃脱 为了使猎物不能逃脱 猫头鹰需要杀死它们 它们通常会用它们的锋利会刺穿猎物的颈部 使猎物立即死亡 一旦猎物被杀死 猫头鹰会用它们的会和锐爪 将猎物的肉分离成小块 以便更容易地吞食 猫头鹰的喉咙非常宽大 可以轻松地吞食整个猎物 猫头鹰通常会将猎物的头和四肢先吞下去 然后再将剩余的肉吞咽下去 在吞咽过程中 猫头鹰会将食物推向胃部 并用胃酸消化食物 需要益的是 猫头鹰会吞下整个猎物 包括猎物的毛发、骨头和其他难以消化的部分 为了避免这些难以消化的物质积累在身体内 猫头鹰会定期吐出它们的吃吻 O-Pellets 这是经过胃酸分解的不易消化的部分 通常是猎物的骨头、毛发等物质 这种行为也为生态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猫头鹰饮食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线索 分布世界各地的猫头鹰 猫头鹰属于鸟缸中的消形木 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鸟类 其稀稀地主要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树林 草原、沙漠、山区等环境中 目前已知的猫头鹰物种大约有200多种 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中 在北美洲和欧洲 猫头鹰数量较多 其中包括灰猫头鹰、脚卷猫头鹰、荷林肖、长耳肖、短耳肖等 在非洲 常见的猫头鹰物种包括马来猫头鹰 非洲脚卷猫头鹰、非洲草原肖等 在南美洲 猫头鹰种类也很多 例如美洲脚卷猫头鹰、红翅草原肖等 在中国 也有多种不同的猫头鹰物种 包括脚卷猫头鹰、金雕猫头鹰、灰灵肖、白腹灵肖等 其中 脚卷猫头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猫头鹰 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中国北方的山区 沙漠和草原地带 总的来说 猫头鹰是一种是硬性强的鸟类 在全球各种环境中都能生存和繁衍 它们在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生态角色 并且在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中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象征意义 中文字幕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